长江日报融媒体,4月10日训,记者陈志时日晚,人类首张黑洞照片新鲜出炉。 有图有真相,第一张黑洞照片长这样。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,这张照片和号称最靠谱,可信度最高的星际穿越版黑洞有明显差异。 为什么星际穿越的黑洞中间有个横杠,这次发布的照片里却没有。 这是否意味着星际穿越里呈现的黑洞是错误的。 10日深夜,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坛研究员狗立军,告诉长江日报记者,星际穿越中的黑洞也没错,长得不一样只是因为我们观测黑洞的方向不同。 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中,为观众呈现的黑洞。 狗立军说,电影星际穿越中的这张黑洞剧照,是从黑洞的侧面观测得到的,中间的横杠其实是吸击盘,见下方横星级黑洞系统是一图。 而我们今天发布的这张黑洞照片,则是邪视图,吸击盘所形成的圆环,就不是那么明显了。 星际穿越中黑洞的上下圆环,其实是黑洞吸击盘所形成的一种假象。 这是由于黑洞的巨大引力,导致黑洞周围时空发生了弯曲,吸击盘产生的光,不是沿着直线,而是沿着曲线传播。 恒星级黑洞系统是一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